M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5月11日 法林明高是借戈亚斯反弹 周四清早 八甲展开数场争夺 其中法林明高将在主场迎战戈亚斯 M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两队经济前四轮联赛均只得一胜三负的劣迹 但鉴于 法林明高过去八次面对戈亚斯取得六胜二合不败战绩 加之本轮又在主场作战 法林明高有望赢球指推 受到三线作战影响 法林明高经济八甲开局低迷 前四轮联赛过后只得三分进账 目前更是遭遇联赛三连败打击 状态实在令人担忧 幸好法林明高在杯赛的表现上算理想 首先是巴西杯顺利杀入第四圈 其次南美自由杯也在三轮分组赛过后排名小组第二 出现形式较为可观 其实法林明高之所以联赛表现低迷 与防守有关 四战居然失掉七球 这与球队在经界巴西杯和南美自由杯的总失球数持平 联赛防守专注度急需提升 所幸的是法林明高的进攻保持一贯水准 四仗联赛攻入七球 而且在巴西杯赛场曾上演单场狂轰八球的入球盛宴 其中封线王牌加比尔经济在三条战线上均已开斋 此子金杖期待延续入球势头的同时帮助法林明高迎球反弹 阵容方面 中场佐治安迪阿拉斯卡达和前锋班努亨利基等人商缺 另一边乡 经济时隔数年重返南美赛场的戈亚斯 无意将重心放在了南美球会杯上 幸好球队也取得了颇为理想的成绩 目前三轮分组赛过后未尝败季 出现前景良好 然而本土赛场则频频遭受打击 先是巴西杯止步第二圈早早打到回府 紧接着八甲前四轮 只得一胜三负的糟糕战绩 当然 戈亚斯的低迷开局并不意外 毕竟他们是纪念八甲有名的升降机 与法林明高相比 戈亚斯的联赛防守更为糟糕 军场失球高达2.25球 其中上轮更是单场失五球 进攻方面 四轮联赛多达三场未能破弹 而且近三次对阵法林明高 亦有二场颗粒无收 攻不锐手不稳的戈亚斯此行抢分无望 阵容方面 后卫卢卡斯赫达因上轮染红而被罚停赛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